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这是个问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时间的沙漏,如何倒转 岁月匆匆,往西南追 二有意的深渊,如何测量 心灵相细,情同手足 三创意的火花,如何点燃 四为激荡,灵感动发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时间的沙漏,如何倒转 岁月匆匆,往西南追 各位亲爱的时间旅行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时间的沙漏,如何倒转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困扰住人类 从古埃及的法老到现代的科学家 从神话故事到科幻小说 人们对于时间倒流的渴望从未停止过 但是,岁月匆匆,往西南追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在怀旧的情绪中沉沦呢 当然不是,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 首先,我们的承认,时间是个挺狡猾的家伙 他让你在等公车时感到漫长无比 却又让你在和朋友聚会时觉的转瞬即逝 时间的沙漏看似一成不变 但他的流逝速度却是个人主观感受的大魔术师 科学上来说,时间的流逝是有方向性的 这就是著名的时间箭头 他告诉我们,时间是从过去流向未来 而不是反过来 这就是未视魔我们可以回忆过去 却不能预知未来 但是,如果你是一位物理学家 你可能会告诉我们,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 时间的箭头似乎并不那么坚定 甚至有理论表明,在某些极端条件下 时间的流向是可以逆转的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宏观世界的凡人来说 时间的倒流还是属于科幻小说的范畴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倒转时间的沙漏 文学,艺术,音乐和电影都是我们重温过去的时光机器 阅读一本老书,观赏一幅古画 聆听一段古典乐章,或是重看一部经典电影 都能让我们在心灵的层面上穿越时空 回到那些遥远的年代 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透过保持好奇心 学习新知识,锻炼身体和保持积极的心态来倒转时间的沙漏 这些活动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年轻的心态和活力 让我们在精神上抵抗时间的流逝 最后,如果你真的想要在物理上倒转时间的沙漏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简单的魔术 拿起一个沙漏 当沙子流完的时候,轻轻地将它翻转过来 瞧,时间倒流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把戏 但它提醒我们,有时候改变视角就能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虽然我们无法真正地倒转时间 但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珍惜和享受每一刻 记住,时间是最公平的 它给了每个人每天相同的24小时 如何使用这些时间,则取决于我们自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友谊的深渊,如何测量 心灵相细,情同手足 啊,友谊 那不可捉摸的人,内情感糖果 既甜蜜又令人着迷 要测量友谊的深渊 你可能需要一把非常非常长的尺子 或者是一个心理学家的沙发 但让我们不要太过于科学化 毕竟,友谊不是在实验室里用试管和烧瓶制造出来的 对吧 首先,友谊的深渊 这个概念,就像是试图用水桶去量测大海的深度一样 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水 但大海的真正深度和广度是无法用这种方式来衡量的 同样地,友谊的深度是一种感觉 一种精力,一种在你需要使有人伸出援手的温暖 想象一下,你在扮演三更的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只因为你想谈谈那个在梦中追逐你的巨大软汤熊 如果他们接了电话,并且没有立刻挂断 那么恭喜你 你可能已惊出击到了友谊的某个深渊 或者,当你在搬家的时候 由那摩一个人愿意放弃他们的周末 来帮你搬那些看起来比金字塔还成的家具 那种无私的帮助 那种我会在这里 即使我的被可能永远弯曲的态度 是友谊深渊的另一种测量方式 心灵相细,情同手足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古代罗马人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一位名叫达摩克利斯的人 对于国王的富裕生活感到羡慕 国王决定给他一个教训 他让达摩克利斯坐在王座上 享受所有的奢华 但在他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剑 只用一根马宗的头发吊住 这就是著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友谊也是如此 真正的朋友会在你头顶上的剑技僵落下时 伸出手来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和你的朋友之间的友谊有多深 不妨问问自己 他们是否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成为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马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你已经找到了一种测量友谊深渊的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不需要任何池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创意的火花如何点燃 思维激荡,灵感动发 啊,创意的火花 那是一种神秘而又奇妙的现象 就像是宇宙中的暗物质 无处不在却又捉摸不透 要点燃这样的火花 你得像是一位烹饪大师 准备好各种调料 然后在适当的时刻 加上那一撮不可或缺的盐 也就是你的独特视角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思维激荡 这不是你头上的一团乱发 而是脑海中的一场风暴 要想让这场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 你得学会放松 就像是一只懒洋洋的猫咪 对周围的一切记号棋又不以为意 你可以从阅读开始 不仅仅是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 也可以是菜市场上的小道消息 或者是儿童的涂鸦本 多元化的知识 能够为你的思维提供丰富的养分 接着,我们来谈谈灵感迸发 这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烟火秀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朵烟火 会在何时何地绽放 但是,你可以为这场秀做准备 保持好奇心 随时问自己喂食膜何如果 喂食膜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 如果牛顿坐在海边 他会不会发现引力波 而不是引力 这种好奇心会引导你 走向不同的思考路径 而且,别忘了与他人交流 创意往往在对话中迸发 就像是两块石头碰撞出火花 当你与不同领域的人交谈时 你的思维会被他们的观点所启发 从而产生新的想法 这就像是一场思想的交响了 每个人都在演奏自己的乐章 但合在一起 却能创造出美妙的和声 最后,记得要有耐心 创意的火花不会总是 按照你的时间表来 它们可能在你洗澡时出现 也可能在你梦中闪过 所以,随时准备好记录工具 无论是笔和纸 还是智能手机的语音记录功能 当灵赶来敲门时 你得随时准备好迎接它 总之,创意的火花需要时间 好奇心 开放的心态和不断的探索 就像是烹饪一道美味佳肴 需要不断尝试和调整 直到最后,那道菜的香气四溢 让人垂涎三尺 所以,继续烹饪吧 我的朋友 你的创意大餐正等着被世界品尝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时间的沙漏 有意的深渊 创意的火花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尽管我们无法真正倒转时间的沙漏 但我们可以透过文学 艺术和保持好奇心来重温过去 而有意的深渊 则是一种感受和经历 无法用尺子来衡量 最后,创意的火花需要时间 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 让我们继续烹饪 创造出美味佳肴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时间的流逝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如何评价有意的深渊 还有,你们是如何点燃创意的火花的 留言分享你们的见解和经验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